通報稱 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安全部 紀檢監察組原組長劉彥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 67歲的劉彥平 長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官至副局長 後調任公安部警衛局任副局長、政委、局長等職 2011年8月任公安部部長助理、黨委委員 2013年6月起任公安部副部長 2015年5月 劉彥平任中共國安部紀委書記 之後轉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安部紀檢監察組組長 2019年9月任中紀委巡視組組長 劉彥平此次被查 中共官方通報沒有提及落馬原因 從工作履歷看 劉彥平與已落馬的 中共國安部副部長李東升、孟宏偉、傅政華都有過交集 有分析認為 劉彥平被查 會與當局清理孫力軍政治團夥成員有關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 榮譽綜合報導